各位,我们都晓得,信徒的使命就是要做神的见证人,传扬福音。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参考摩西是如何在他的岳父面前为神做见证的。 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十八章 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 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于他岳父听。 耶特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 耶特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 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 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把番祭和平安祭献给神。 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 摩西的岳父耶特罗是米店的祭司,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 当耶特罗来探望摩西时,摩西便抓紧机会向岳父见证神。 首先,我们注意到,当摩西做见证时,他是把焦点放在神身上,而非自己。 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和耶和华如何搭救他们都述说给岳父听。 换言之,摩西正是把荣耀归给神。 摩西并没有提到自己做了什么,或是自己有怎样的感受, 但他就是专心述说耶和华的作为, 盼望人也可以认识到耶和华有多么好,多么信实有能力。 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各位,我们人自然的倾向就是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 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谈到自己的需要、想法、感受、成就等。 即使在传福音时,我们也可能不经意地太关注自己。 但我们要清楚,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指向神,而不是我们自己。 没错,在为主做见证时,我们难免会提到自己的情况和心情,甚至自己的信心。 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为神做见证就是为了最终能跟人传福音, 使人也认识到神为人类所做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 就是借着圣子耶稣基督的牺牲救赎了罪人。 因此,一个真要为神做见证的人,是必然把分享的焦点放在神身上的。 另外,我们看到摩西分享祝福也分享艰难。 有时,当信徒要为神做见证时,或许会觉得分享顺利的事、好的事似乎比较合适。 这样,人听了就会觉得信主很好、很蒙福。 我们或许也会担心,若是跟人分享我们人生的艰难与困苦, 人们可能就会质疑为何信主的人也会倒霉, 仿佛我们的神没有能力或爱心来保护我们。 但我们看到摩西也跟岳父分享他们一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 摩西并不害怕外邦人觉得为什么神的子民也会遇到辛苦的事。 这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参考。 纵使我们盼望人都归荣耀给神, 我们也不能向人呈现一副虚假的美景, 让人误以为只要信主了, 人生就一定称心如意,不会有苦难。 并且,听我们见证的人也不是天真的, 他们只要稍微观察一下, 就不难会看到连基督徒在这世上也会遇到苦难。 所以,如果我们在见证神时只分享好的, 没有提到辛苦的, 可能会适得其反, 让人质疑我们的见证和福音的真实性。 其实,除了摩西之外, 保罗也述说自己的软弱与所遇见的逼迫和艰难, 好叫基督的能力伏辟他。 分享软弱怎能荣耀神呢? 这是非常反常理的。 当然,保罗指的软弱不是指罪, 也不是指不道德的事, 那些显然是得罪神而不能荣耀神的。 但软弱指的是向保罗下面一节经文说的, 凌辱、极难、逼迫、困苦。 事实上,连基督徒也会面临世人所面对的生老病死 和因着福音而来的试炼。 但连困苦患难也是我们见证神的机会。 我们可以见证神是如何帮助我们度过难关的, 见证神是如何在困难还未解决时, 也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让人明白虽然人人都有自己的苦楚, 但有神同在远远胜过人靠自己来面对。 最后,如果我们要领人归主, 就要清楚福音的主要内容。 首先,我们要让人认识神是谁, 祂的品性如何,祂做了什么,会做什么。 我们要让人知道神是又圣洁公义, 又有慈爱怜悯的, 祂且是掌管一切的,也是独一的真神。 特别,我们要提到神与人的关系, 人是被神创造的,所以人是唯有与神和好, 与神同行,才能兴盛的。 再来,我们也要指出为何人类会面对问题, 那正是因为他们犯罪背逆神,拒绝神。 我们要向人解释, 罪不单是指人在行为上实际犯下的罪, 而是拒绝造他们且赐他们一切的神之罪。 当然,我们也要告诉人犯罪的后果, 不但是今生的后果,更是永远地狱的审判。 重要的,我们也必须把人指向解决法, 基督的救赎,让人知道, 唯有借着信靠耶稣,人的罪才能被赦免, 人才能脱离罪的刑罚, 人才可以与神和好,得着永生。 所以,传福音的终极目的, 是要劝人认罪悔改,接受基督的救恩。 弟兄姐妹,你也像摩西一样, 时常懂得把握机会来为主做见证, 以致最终能把福音告诉人, 盼望他们也能信主得救吗? 但愿神给我们这样的心, 来成为神忠心的见证人。